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一 过了个周末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24小时里 根据CoinGaggle的资料显示 直接截稿之前 BTC现价保16929美元 跌幅达1.6% 而ETH现价保1247美元 跌幅达2.4%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的市况 在今天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里面都没有升幅 所以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DOGE 现价保0.0833美元 跌幅达9% 而第二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UNI 现价保5.77美元 跌幅达5.5% 接着又来看看其他重点消息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案 在11日凌晨时分 出现了大量怀疑造市交易 涉及多只知名的二线加密货币 其中包括OSMO、NEXO、BIFI等等 而其中OSMO和BUSD的交易对 就更加是一到升至4.5美元 不过过了没多久之后就开始回落 回到1美元左右 中间的差距有3倍以上 之后各大社群的网民就开始推测 是与交易程式的API密事被泄露有关 在没多久之后 币安官方就在Twitter上发出公告 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在平台上 有某部分交易对出现异常的价格变动 而他们也正在调查有可疑的账户 以及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另外币安也在文中澄清 今次的异动和账户秘道 又或者是他们对外的API泄露是无关 所以客户的资金是相当安全 不过价格交易所都是这么说的了 与此同时 币安的CEO赵长鹏也在Twitter上表示 根据他们的调查 有关的币价移动是属于市场行为 有用户传入资金买入加密货币 其他用户就跟着再买入 而且交易记录里面 也没有显示到账户之间的关联性 目前币安已经暂时锁定了涉市用户 提取中间所获得的盈利权限 简单而言就是停了相关的用户出金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抱怨 他们平台希望保留在市场上 有适当的干预平衡性 其实今次出事的FreeCommerce 由10月起已经相计传出 在币安、Coinbase、FTX上面的账户被导的消息 其中一名使用FTX的用户更加損失了高达600万美元 受害的用户就指控 他们公司泄露了账户的API密时贫证 导致黑客偷走账户的资金 就着今次这件事 FreeCommerce的CEO也在Twitter上回应 根据他们的调查 每一个用户的案例都不同 除了未经授权的交易活动之外 案例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性 加上大量用他们Service的高资产正值用户 并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种种迹象也表明 有关的秘导事件和他们系统是完全无关 不过会继续和币安合作 将会撤销超过三个月以上 没有用过的API密时 去提高用户的资产安全性 其实这一类型交易程式的卖点 就是可以帮助到用户更加轻松地去做交易 不过可能因为全部都自动化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留意到他们中间的安全问题 至于交易程式出洩 导致了币价波动 其实都时有发生 不知大家币安的帐户 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 如果有的人都可以在YouTube上留言 和我们讲解一下 重心化交易所的后续处理 好 今天的分享又暂告一段 记住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钟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